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 震惊国际 古今中外都难得一见的完善选举 昨天就完善地结束了 大家都知道 无论市民怎样投票 都必然是选出外国者的 因为所有候选人 全部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的 都是外国者 而做得外国者 都必然是聪明人 有本事的人 你没理由说外国者是蠢人的 你博拉吗? 所以完善到 怎样选都一样的选举 都有30%的投票率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空前那么成功 130万人全程投入 参与一次 怎样选都没有分别的选举 可见香港人是多么关心社会 如果《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不是无得路 一定会出评文章 大赞今次超高的投票率 这么完善的选举 竟然有30%的投票率 简直是令人感动 充分证明了 777特首领导之下 加上比卡超 它非常需要的 所以它是较 Phew 引发了很多资助 特区政府 多么得民心呢? 虽然 今次的选举可以说是 选谁都无所谓 谁当选都无分别 即是等于你吃咖喱 是你无权不吃咖喱 总之你的分别就是你吃咖喱鸡 还是咖喱鱼 还是咖喱牛腩 总之就一定要吃咖喱 不能说不吃咖喱 但是任何的选举 总是有个所谓选举结果 假假地也有个结果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次所谓的选举结果 但是分析之前 照例提提大家 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 请支持一下 好了言归正传 去到出片这一刻 还未完全完成点票 但是所谓的选举结果 大致上都成为定局了 先和大家看一下 这个所谓选委会这个界别 这个选委会的界别就有四十几 五十一个人参选 即是十一个人就会出局 十一个人出局 说真的 输的难度是比赢的难度高的 你真是想输也挺难的 不过总是会有些人出局 那哪些人出局 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正是焦点 落选的人之中 有一大堆 那些反正都是臭够脚 那些是二打六 我这里无谓讲他们的名字了 反正这些 都只是帮手振脚的 但是这个所谓选委界别的 所谓选民 就让他们可以投票一下 那其实呢 说真的 真是辛苦了这些出来演出的 参与的候选人 不过这样 其中有三个这些选选者 是真的值得提一提的 他们分别就是 卢维斯 姓志文 和冯伟刚 那大家都知道了 卢维斯 和姓志文 都是洋人 那这些洋人 因为仰慕天朝的国威 就归化了成为中国香港人 而他们都一直表现得很爱国的 表现出忠诚一片 去支持特区政府的 也都立下不少汗马的功劳 这两个洋人 今次就一起双双落败 可见得 今次的完善选举 是真的绝对完善的 小小瑕疵都不可以有 让这两名归化天朝的洋人当选 是不可以的 爱国者 必须是农的传人 绝对不可以是农的洋人 洋人就不行 这个选举的结果 充分体现到 这次选举是纯极的 无瑕 抵赞抵赞 真是殷敬殷敬 大家记住 还有 这个卢维斯 这条洋人 只有454票 抵水 另外 姓志民 比较多人熟悉的洋人 有955票 这两个是洋人 没所谓 但另一个 勉强相信也算是人的 这个落选者是谁呢 就是冯伟光 大家知道 人所共知 冯伟光是689的马仔 不止是粮粉 甚至是粮子 根本是粮子 但这次连冯伟光也输 那689真是绝对没了面子 这个世界 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 冯伟光也不支持 这些所谓选委界的选民 那就是不支持689而已 不给面子689 689 畅竟是大湾区的领头人 你这样也不给面子 你现在打击这个冯伟光 即是打击就是689 他假假的 689马仔 现在得多少票 得708票 可见689看来 都是得不到北京的加持 相信以后689 只能够继续做一个孤独老人 看怕他也没什么机会 再次为北京效忠 而落选而有些名气的 就是这两个洋人 和一碗粮粉 那当选的这个界别的票王是谁呢 他就是鼠王昏 这个结果 当然对香港很多鼠辈 是一个重大的鼓舞 不过这样 我对鼠辈的行动 就不兴趣不大 这里我就不评论了 反而 接着我想说一下 这个缩水的地区直选 这个所谓自称 非建制派的候选人 一样是全部落选 那些什么民主思路 什么独立民主派 新思维 那些 这一班 就是爱国扮民 记住 扮民 这班老电池 那些什么谭香文 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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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承智 全部仆值 所以冯衡 这些 就无所谓 摆明出来帮手 就办竞选 就叫做 让些人有得选择 那样 臭个脚 令到选举更加联练 看上去就比较好看 但是他落选是正路 但是这个谭香文 根本是想继续做议员的 想洗底成为 这个爱国者联盟的一份子 但是呢 没有人支持他 可见得 今次爱国者是玩完的 那些临时扮爱国 那些都是外人来的 陪跑 没得玩的 没有人侵你玩 这个谭香文 只有8000票 可以说是陪跑 他就自作多情 就变成自肚没趣了 好了 其他当选人 这里我就不足一说了 反正个个都是一样的了 之前我都说了 都是咖喱味道来的 分别只是咖喱鸡 还是咖喱牛腩 总之你不喜欢吃咖喱 就没办法了 一定要吃 反正我就想说一下 这个人 这个人真是大胆 他高调地走出来 说自己没有去投票 那这些人这么高调 说自己不去投票 算不算是善惑他人 不投票呢 那这些人什么居心呢 这个是谁呢 这个就是董伯 董伯就说 他自己身体不好 要休养 就没有去投票 哇 董伯这么说 董伯这么做 真是很大问题的 你董伯身体不好 不方便 你辛苦不去投票 我十分之了解 大家知道 我素来尊重长者 问题是 如果香港每个长者 都说身体不好 不去投票 还有什么人去投票呢 大哥 每次选举 都有人去安老院 拖老人家 拖长者去投票 是不是 安老院的长者身体很好吗 安老院的长者身体没有病吗 没有病没有痛吗 他们不是一样被拖去投票 一样要投票 好了 退一步说 就算董伯真的病到不能投票 你也不应该告诉别人 不应该给别人知道 不应该向传媒透露 因为董伯是大人物 你功在家国 很多人景仰你 学习你 你说病就不去投票 很多人学 很多人跟 那就麻烦了 你客观的效果 就是煽惑他们不去投票 别人听你那套 所以董伯今次 这么高调煽惑他人 就不去投票 公正严明的廉署 应该跟进一下 大家记住 别说我不尊重董伯 我其实很尊重董伯 我经常跟别人说 我希望董伯长命百岁 千万不要这么早离开我们 一定要好好地 就算他每天躺在床上 就算他每天大小异便 都要人护理 都要换片 都不可以离开我们 一定要跟我们一起 记住 董伯仍然要继续努力 服务社会 怎样都要撑下去 千万不要走 记住 不过这次 你不觉意 可能没有心 就煽惑他人不投票 我为了爱护完善的选举 我忍不住 就提提提董伯 好了 来到这里 时间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影片下面 请多多支持 拜拜